来看一下折射定律的题目 这种题目考过很多次 有很多种不同的考法 有一种就像这种 问你哪一条折射线是对的 哪一条折射线是对的 还有一种考法就是考说 画一个图或画四个图或怎么样 问你说谁的光速比较快或比较慢 这是第一种 谁是对的 它叫符合折射定律啊 叫做 从一个戒指金到另外一个戒指 双色会偏折叫折射 然后呢光速比较快 偏的比较多 光速比较慢 偏的比较少 然后呢 入射线折射线在法性的两侧 所以你很显然的丁都不对 丁都在同一侧一定不对 那也不可能对啊 因为一种直线没有折射嘛 只有垂直入射才会没有折射嘛 所以 不会是丁嘛 那也不会是乙嘛 不会是乙嘛 不会是乙嘛 所以 现在夹跟比 那么水跟空气 空气跑得比较快啊 折射角比较大啊 要所谓的天理法线嘛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比 C 这是一种考试的题目 好 问你哪一条折射光是最 这是另外一种考试的题目 给了四张图 也可能给一张图 或怎么样 如果你说谁比较快或谁比较慢 你看角度谁大谁小咯 大就比较快啊 小就比较慢 简单 处理的事情 来 帅哥 二十八 二十八 没有来 没有来 你们有三五吗 没有吧 每人都只要三十四 二三 起立 谁比较快 B B B最快 B B 讲过了就找折射角比较大 代表光速比较快 折射角比较大 就是比较偏离法线 谁拼的最多就代表谁的角度最大 就代表谁最快 所以看图就知道了 答案选的是戒指仪 OK 下个也是要问你快慢 但是它只有一张图 这个类似题也是我们基策考过的 类似题是基策考过的 这里有写角度四十六十五十 有人就是有写Alpha Beta Gamma 用眼睛看谁大谁小 这里是有写出来几度 有的是用眼睛看出来谁大谁小 反正也一样嘛 角度大代表光速比较快 很简单就是这个 折射定律第二点 我说的重点 来 Eleven 十一号 你的答案 朱 你说 乙的六十度最大嘛 所以乙最快嘛 假的四十度最小 所以假最慢嘛 就是角度大代表光速比较快 然后呢 刚才我们在做第一题的时候 你就要记得那什么 真空大于空气大于水大于玻璃 你就知道空气比较快 角度要变大 就是刚跟你提过了 请注意我们的折射定律 特别是第二点 入射角时的角大 代表光速比较快 然后你要背下来 光速的快慢 真空大于空气大于水大于玻璃 这样就OK了 有问题吗 没有